會頭痛 偏頭痛 然後勺痛 乳凸 哇 暗丸真的好很多 歡迎回來凱文小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Kelvin 今天這一支影片啊 如果你突然發現你會頭痛 偏頭痛 然後勺痛 然後呢 耳朵這個地方痛 然後臉頰又有一點點髒髒痛痛的 甚至於眼壓重 尤其是只有一邊特別嚴重 懷疑自己是不是中風了 告訴你我前陣子就是這個樣子 我已經懷疑人生了 今天我們這支影片就要解決你的這些痛 透過徒手物理治療 如果你也有這樣子的困擾 一定要鎖定這一支影片 當然要記得 也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頻道 設定全部提醒 我現在要帶大家來到的是 擁躍物理治療所 大家一起跟我去找張老師吧 歡迎擁躍物理治療所的張老師 沒想到我前陣子啊 我告訴你 我以為我中風 我快要中風 我快要爆血管了 我怎麼會痛成這樣 臟成這樣 眼睛也痛 眼窩也痛 眼壓又大 然後不舒服 但是我那時候不知道我什麼狀況 我都有量血壓的 血脂也正常 然後我也去看了眼睛 檢查也沒事 然後我就來找張老師 他說你有胸鎖乳突肌有發炎 蛤 胸鎖乳突肌 胸 乳突 我會想 嗯 聽到這名字怪怪的 怎麼會 胸鎖乳突肌 到底什麼是胸鎖乳突肌 胸鎖乳突肌 顧名示意它有三個節點 胸骨在這一段 鎖骨在這一段 然後乳突在我們耳後的地方 所以它有兩條肌肉 合併叫做胸鎖乳突肌 胸鎖乳突肌發炎怎麼會這麼痛 大部分胸鎖乳突肌的疼痛 它會在周邊的肌肉 比如說像耳朵旁邊 耳朵旁邊 或是太陽穴的地方 還有後腦勺的地方 還有臉頰的地方 比較值得一提的話 是老師剛剛講的眼框的周圍 然後大部分的病人組數 他會覺得 喔老師我的眼壓好大 然後或是我的眼球後面有東西 一直感覺好像爆開的感覺 對 這個就是我們胸鎖乳突肌 這個雞精膜的轉移痛 會是這樣子 而且它不是兩邊 它就是我比較嚴重的那一邊而已 對 胸鎖乳突肌這種發炎疼痛的現象 是很常見的嗎 我非常常見 因為大部分人都在用手機電腦 就是下巴抬起來這個動作 就會讓胸鎖乳突肌過度的被拉長 那如果你低頭的話 就會讓胸鎖乳突肌過度的縮短 這個是最常見的兩個 那另外一個有個螢幕 或是手機不是在正中間 你往右邊看 那你的胸鎖乳突肌這邊 好像可以給它特寫牆 所以這邊就整個出來 這就是你左邊的胸鎖乳突肌會有的狀況 所以老師你剛剛也講到 提到一個重點 你已經去眼科醫師檢查過了 然後一次量血壓 然後發現都沒有問題 但我們也會做這些動作 先確認一下你到底是不是其他科別的問題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就開始進行一些促整 如果我一捏一壓這邊 就會變成這個頭啊 眼眶都開始有點障礙 蕭老師你那次來的時候狀況 那我們就更加確定 你的問題是胸鎖乳突肌所引起 我們需要做獨手的物理治療 然後搭配一些回家的運動 就可以有效環境 我們剛剛雖然講到一些不好的動作 所以如果要完整的治療的話 第一個一定要先從頸椎左手 老師你先低頭 我們低到最低 這個時候摸到你的頸椎第七節啊 它是往左邊有點旋轉的狀況 就是它不是在正確的位置 那我們先來治療這個地方 這邊 這邊 好 一點點 OK 好 我們先把它調到內節回到的位置 好 左邊的頭 對 好 1 2 3 4 5 6 肌放鬆 放鬆之後 頭跟手都可以跟著你的動作 可以很好 身體可以跟著你的動作 好 就是後腿的動作 好 好 比較順一點 好 我們把脊椎恢復好了之後 那今天的重點就是這個胸鎖乳腹肌 那我們就躺著一下囉 好 先轉到右邊一點點 然後去用手的一方去促整一下 哪個地方哪一段的胸鎖乳腹肌比較緊 像老師的話在根部的地方就蠻緊的 那按摩的話就是在壓著肌肉做一些橫向的按摩 老師也會感覺到有一些霜一點 有 嗯 然後我們就會做到感覺這條肌肉變鬆了 然後我們就會再往下段接下來 好 然後往下段的話我們會一間一接的把老師的這個 這個胸鎖乳肌抓起來 因為胸鎖乳肌下面很多的神經跟血管 所以老師會蠻有感覺的 所以我們的方式就不能像一般的肌肉用按壓的 我們就只能用提起來 老師那應該有感覺喔 OK 好那我的方式就拉起來稍微左右晃動一下 一般來講大概做的 一般來講大概做的 一到十分鐘 胸鎖乳肌的方式 它應該就會蠻小的 那第二個倒抽方式 我會壓在胸鎖乳肌肌的定位 這個位置 那我會請病人在 頭這個方向頭的不轉 轉右邊 哇 哇 OK 慢慢來 那我會拉著他的頭慢慢抓 好 那它是一個在一個軸上面轉 好 老師你直到這個 這個旋轉的軸之後 他按進去轉 然後可以直 哇 到這邊就可以了 老師你可以在做起來感覺一下 左邊的感覺 按完真的好很多耶 一般除了你幫我們做的治療之外 那你會建議我們回到家之後 有沒有什麼動作 或是什麼運動 可以幫助我們在平日做舒服 那我先跟老師介紹兩個動作 好 第一個是大家常常的就是 彎腰鎖背 對下巴 那所以我們盡量要把螢幕啊 或是你的收集都盡量 留在你的視線 平視的地方 所以你至少要挺腰 縮小腹 欸對對對這樣 然後稍微縮一點點下 這樣就非常完美 耳朵跟肩膀頭 你的平面是最好的位置 所以它現在是比較相對於放鬆 OK 那姿勢最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姿勢的話 你做什麼治療 都有臉在白費 對這樣子 那所以一般上班族 如果可以的話 要把電腦給螢幕墊高一點 對 而且也要擺在正中間 會好一些 好這是從自己的姿勢上面的矯正 沒錯 然後另外我教老師 總共有三個動作 可以回去自己做 好 你現在先摸在大概耳朵下面 我的地方 在這裡 頭轉右邊 你就會摸到有一條肌肉 開始出來囉 有 就是我們的胸鎖乳涂器 那你如果可以的話 輕輕的用你的拇指跟食指把它夾起來 稍微 然後就回到中間 回到中間 你就可以這樣子去做一些按摩 簡單的按摩 橫向的壓 通常有可能 假設你左邊比較緊 通常意味著你常常轉右 你可以測試看看 那第二個動作也蠻簡單 我會建議 坐著坐也可以 站著坐也可以 那重點就是我們要挺腰 縮小腹 挺胸 那這個動作一開始要先有一點縮下巴 讓我們的胸鎖乳肌 不要被伸長 也不要被縮短 就維持在正中間 縮一點下巴的狀況之下 頭往左邊轉到底 對 然後再往 再回來 然後再往左邊轉到底 重複這個動作時下 我們胸鎖乳肌最怕的就是 你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就開始越來越強硬 所以那也是一種 像我們運動之後的伸展運動 對 所以這個我們平常上班族一定要多做 第三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要站起來 應該是我們雙腳打開 魚肩同關 往前三分之一步 屁股跟背都靠著前 是 OK 那開始頭了 第一個輕輕的縮下巴 第二個眼睛瓶式 找一個地方 我們覺得眼睛瓶式 第三個頭最凸的地方 就是後腦勢的地方 三個動作要同時成立 這樣子頭的部分就結束了 先把我往外傳 對 脊椎都會在一個比較正確的位置 因為你從直肩這樣 所以你已經頂不到牆壁 就像你現在頂有點困難 所以你要找一個毛巾 稍微墊著 墊在你的後面 大概是這樣 對 你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那 所以 我們一般人 有辦法判斷 我需不需要墊毛巾嗎 可以 就是大部分我會看就是 如果你頂牆壁的時候 你發現你下巴抬起來 就表示你平常太長這樣子 你要突然停起來很難 所以老師 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要花很大的力量 才可以縮的 對 我必須要真的 壓下去 對 壓下去 所以就是因為我平常 可能有駝背 然後往前 脖子彎的習慣 所以我的脊椎已經就是 有一點點變形 為什麼我會這麼迷上 這種徒手物理治療 物理治療師們 他是可以直接的去找到 你問題的癥結點 他們是用 慢慢的利用你自己的身體 去回復自己身體狀態 然後更重要的是 每一次都會告訴你 回去要在生活裡面 做一些運動 或是做一些動作 來矯正 所以在這個 擁躍物理治療所裡面 有非常多優秀的 這個徒手物理治療師 那麼 他們每一個人的專長都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你有運動傷害 你有職業傷害 可以幫你解決你的困擾 然後同樣的 他們都是 有非常深的資歷 然後非常了解病人的需求 以及會在意病人的感受 有沒有進步 是是是是是 很棒的物理治療師們 可以解決你生活裡面很多的疼痛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千萬不要忘了 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設定 全部提及 凱文小的妹 我們下次再見